各位朋友 今晚錄第二條的解說歌詞片 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我聲音還未復完 這首歌是葉善文的《雙痛》 他是趙文卓先生 主演《刀》裏面的主題曲 其實不是太多人看過這部電影 因為這部電影比較冷門 題材也比較冷門 因為它裏面有一層浩粉 這首詞很厲害 首先我在這裏講解一點 因為頭段用了九字詞 然後用八字詞 然後用三字詞 三字詞配合一整句後 仍然是九字詞 然後到十三字詞 然後在尾部電影 零零細細唱的時候 會分開兩個字出來 尤其是下面這句 然後又會有十一字詞 然後到最後一句 為何會這樣強調呢 就是因為它唱到最後那裏 被撩動那裏 其實它是可以拆開撩動的字出來 即是它自己本身 就會變成十二字詞加二字詞 又或者是十一字詞加三字詞 這個就是以前那些填詞人 厲害的地方 因為這個是在填詞裏面 其實無論是編曲也好 諸如此類 所以越多字詞的句子 就要越厲害的填詞人 才可以填得到 所以大家有時 它不是代表好不好聽 而是要寫一個這麼長的字出來 如果文學修養未夠 是不可能寫得到的 因為我們詞句裏面 都只有七言 九言 八言 諸如此類 總之你在九字 一至九 或者二至九 比較容易 但一個九字詞之後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是真的超級高手才能做到的 大家可以看看其他詞 歌詞你就明白了 不是首首歌可以填到這麼長的詞 而且是很有意思 我們現在就來一來解釋 他這首歌當然是配合電影裏面的情節 電影裏面的情節 現在還未分享至 各位朋友可以自己去看一看電影 第一句 第一句 夜裡孤單妻生於晚空 其實都是一種悲妻的情節 在夜晚裏面看著一個晚空 一個人 你說是多麼悲 為什麼說悲呢 是因為在這套結尾的時候 雪梨姐姐就站在一間屋上 看著門口 其實她是… 劇中是期盼著她喜歡的那個人 到底會不會回來呢 會不會回來 都是一個很望望愛人 或者看… 籠統一點就是好像望膚石一樣 很期待一個愛人回來 所以第一句已經說 喂…比較淒瘡了 比較淒瘡 分飛冷雪撲面各冰凍 更加淒瘡 你一個人看著黑暗的天已經淒 接著還要動動落雪 淚耳 尖濕悲傷的眼中 再淒涼一點 即是再淒涼一點 又冷 接著她自己回到往事之後流淚 接著心中犯著舊日 斷腸夢 即是想起以前 即是想起以前很淒涼的 即是年輕的往式 接著讓往式消失於風雨中 其實她這個有一點反義詞 即是很想以前發生的事 很想忘記 但是通常我寫得這件事 她都是相反的 即是你想忘記嗎 但是忘記不了 這種悲淒的感覺 即使以往片段更傷痛 即是一路想的時候 哎呀死火 越想越悲 接著 看著一聲 連著這句 吹走 舊日 屠喪 舊夢 即是說很想 現在這個環境 就是 剛才已經說了 又下雪了 很隨便 希望這些刮臉的冷風 刮臉的冷風 其實都已經是很 不是那麼舒服 很傷的 個心 希望這些冷風 這麼悲淒的事 隨它過去 但當然 這些詞通常都是相反的 如剛才所說 你越想忘記 就越難忘記 其實它是重複一次 和應上面這幾句 好 心奧 這是很厲害的填詞 不會知 不會懂 心以空 其實就是 想想想 都悲到一個點 一個人悲到一個點的時候 腦袋塞了 一片空白 它這句已經悲到盡頭 失意中 悲憤中 誰會懂 這種禁心的悲痛 或者掛念的悲痛 其他人是不會明白的 即是比悲痛更加慘 因為沒有人能明白它 它又不能告訴別人 別人又不明白 分享不到 所以這句加上前面的事 全部都很悲痛 難道世上全是這樣 全被你操縱 其實它這個就是 和我天說 其實它手持很厲害 它一直悲痛下去 從上面這裏 都是說人的悲 它現在就要和天說 是否全部都是你安排 為何要這麼悲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悲 你說 幾淒涼 就是一路悲 越是逃避 越是情重 越傷痛 就是說你越不想 但是腦袋又繼續去想 越想越悲 其實就是越來越悲 一路跌下去 跌到人好像去了地獄 不想這身憂鬱半生 再失以空洞 就是它這麼悲 很不想這樣過下去 可不可以振作起來 但是通常都是相反的 就是這些 因為它配合後面這句之後 就是說其實 根本上那個人是 悲得已經是反彈不了 就是等於落到地獄 受恨惡夢 雷電震動 全部只失控 它這裡是利用的 就是 剛才它問天 是否需要不悲 可不可以不要不悲 跟著那天就回答它 沒有辦法是這麼悲 你是要這麼悲 就是你要領教一下 就是落地獄那種無限悲 它這個就是一個很厲害的意境 為何會仇恨惡夢 為何會仇恨惡夢 這個 就要看回這部電影 因為這部電影 其實都是講男女關係 比較複雜 比較複雜 加上時代背景 這部電影的確是亂了大龍 亂了大龍 然後刀鋼劍影 風聲 雨聲 佔雙蓉 這個是要看回這部電影 因為這部電影有很多打鬥 那些血腥場面有很多 如果你是現實 它是配合一部電影來寫的 但如果你說浪漫一點的角度 即是說 天使用一些 天使用最大的威力 要是風雷雨電疾 根本上就是全部押在人身上 然後押在人身上 然後這個刀鋼劍影 你已經押到不能動 但是人還要面對著刀鋼劍影 即是煞煞事事的東西 其實就是 人已經是磨到磨在磨的東西 這個是很厲害的 天使用它壓著它之後 接著它人的失敗 即是人生的失敗 再配合一齊 那你說死不死 接著 彷彿者黑心中鬥爭 現已全被療凍 即是說 那麼多那麼慘的東西 一路壓下來的時候 它現在都是剩下一個感覺 就是這種痛苦 是無限伸延 無限放大 所以這個詞是非常深奧 接著後面 它將前面那一段 變成副歌 再來一次 大家有看過那套戲 就是其實 這個也是一個意境 堆疊 即是越來越慘 越來越慘的東西 然後 然後 前面那一段 就很慘 然後第二段就極度慘 然後 在結尾的時候 其實都是重複上面的歌詞 它結尾的時候 就特地錄了這六句的東西 這六句的東西其實是很深的 它是有另外一個意境出現 前面這一段就很慘 這一段是極度慘 而最後這一個 葉田文唱到結尾的時候 其實它是禍應 雪梨姐姐 就是站在那個 那個屋那裡 看著門口 那種盼望 即是 已經是慘到無可再慘 會不會還有一個希望在這裡 那你說意境是不是 高到無可再高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現實的人 去看這些歌詞 那樣就慘了 即是死無限次 但問題是 填詞這位 他還要在慘到極限的時候 就帶一個比較正能量的東西 就是會不會在這麼慘 還有一個希望在這裡 同時 同時她最後那幾句 就是碰入樹梨姐姐的畫面 哇 你說多有意境 是的 好 那她這一首歌 就是葉勝文小姐 她唱的時候 其實都很用力去唱 大家可以去看那個歌詞 即是樂運的分析 即是上一段片 你會發現其實跳動也很厲害 因為有時會跳上去過F4 所以不是那麼多人能唱 尤其是她有很多位置 是要用丹田的氣 丹田的聲音 接著上去空腔聲 接著喉頭聲 她全部都要用鼻腔聲 都要用 很厲害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就試試練一下這首歌 希望我現在的解釋 就可以帶給大家一個理解 這條片又是差不多到這裡 接下來又會分析其他東西 應該我下一條 即是接著錄就會解釋這個 應該說解說少許我的心得 就是金手指那套戲 希望大家捧場 多謝大家的支持 下條片見 拜拜